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人为心标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一两日月最苍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 妙至圣王臣老祖 各位唯心圣教 唯心贤士同修 举各位失望善知识 今日今时 正逢庚子年 武汉肺炎 蔓延到当下 新举人 危及台湾构地 人民的生活 生命安全 全国上下都在努力地防疫 政府也努力地在做防疫措施 有的消毒 有的消毒 有的隔离 居家不能出来 公堂 大工堂 小工堂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是天意 在警告人类 平时要多行善事 否则的话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 履暴不爽 台湾人民一向是非常 淳朴的台湾人民 在历节以来 都处在被统治 割据 种种种的不平等待遇 所以台湾人民 生活在这个岛上 实在有可怜的地方 但是 有可怜必有 它的因 因是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只有佛才知道 那么 佛 王谈老祖 诸天圣神 佛菩萨 一直鼓励 台湾人民 要修行 要念佛 要拜佛 要念经 来做回降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是台湾人民 最幸福的地方 我们得到上天 跟诸佛菩萨 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礼遇 给我们的 加持灌顶 所以 所以王谈老祖的大悲愿 我们领受了以外 我们自我要 精进 要修行 以防 以防未来 药然会有 各种的 恩怨情愁 洗也洗不清 排也排不掉 这一点 我们要注意 今天台湾 这个疫情 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借着 维新电视 维新圣教 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的 共同本宴 今天要为各位来 禅节 消灾化节 天文永息 这一个 武汉会员的延续 的半年 到现在来 如何来消灾化节 解怨事学 我们的 祈安法会 我们的 祈安法会 是在各位家中 每个人 自己在家里 要修行 要诵经 这是我们一向的 老祖给我们的 圣事 所幸 我们维新地址 都很用心的 很慈悲地 公送 租经 来作为 解怨事节 消灾化节的 公夺天 所以才在过去 好几节以来的 疫情 或者天灾 都是一一地解除了 这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要感恩 王产生老祖 感恩提供 玉皇大帝 感恩 祝侯菩萨 祝天圣神 佛菩萨 对台湾人民的 慈悲 民事 和关怀 那么今天 那么今天 面对了 武汉 会员 的半年 我们 大家都很紧张 每天看到了几百位 几百位 这个确情 的情况 越看越紧张 那苦于 无济 苦失 无法 解除 这个烦恼 所以我就 请示 王产老祖 玉皇大帝 诸天圣神 佛菩萨 慈悲 开示 所以我们就要做 祈安 消灾 化节 天温 永息 天灾永息 这个 法会 在过人的家中 每天要诵经 不要到外面 寺庙 集合 在一起诵经 以免 再有 不良的 传染 和蔓延 但是老祖开示 我们 一个人在家 依法 修行 依教 奉行 来诵经 的时候 等同 一个大法会 现在我们有一万多个 维京 闲事 同学们 每个人在家 练入一部经 一天 一天就有一万多部的经 有的没有出去 就多送了两部 三部 那就在台湾 我们一个大法会 全国大法会 也不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健康 平安问题 而各自在家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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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诵经 来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这样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在过去 从 测养坟 测养成破洞 到现在来 已经 将近 快二十年了 我们 每一道 有什么灾难 有什么天文 我们所有 维心闲事同修 大家 努力诵经 都可以在 一季的时间 消灾化节 天文永息 天文永息 这是台湾的病 因不成功 妙地生 各位维心圣教 维心前世同修 及各位 孙王善知识 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心圣教 自民国七十一年 希望极乐 世界教主 阿弥陀佛 或者是被 倒教此行 化身为台湾主事 在台南 的地区 在归人乡 看西村 修行 成道 而台湾主事 他的修行目的 就是要 为台湾的平安 为世界的和平 要来接引 列祖列宗 朱祖灵 能够往生 希望极乐 世界和 镜头 成佛 回去 所以台湾主事 的大悲愿 后人 很少知道 但是台湾主事 默默地 修行 台湾主事 他具有 无上的 大悲愿 所以台湾主事 八十一岁 涅槃 元吉之后 他的圣灵 马上 再回来 借着 他的子女 的身体 继续修行 传道传华 洪华立生 尤其他的大女儿 我们所俗称的 就谢妈妈 在金灵 所以他的修行 深苦意 供养祖师 时时来开设 众生的苦音 指点众生 明灯 能够回到 佛镜头 修行去 成就去 成佛了 所以谢妈妈 她在家的身 和修行 也以 祖师的神通力 来化解 很多众生 的苦因 和苦果 不尽其数的 修行 圣果 我们除了 感恩以外 还是感恩 再感恩 才有今天的 维新圣教 王产老祖 为教主 王产老祖 是台湾祖师 他在修行的过程之中 到了末法时期 众生有难 必须要 找一位 天上界的大神 唯有王产老祖 也是世间 所开示的鬼谷子 世间的 俗饼 鬼谷祖 天上界的圣名 圣号 为王产老祖 扶养庙道天尊 玄风永俊天尊 大楼金仙 王产老祖 所以在 民国七十一年 的六月十九日 台湾祖师 慈悲 请王产老祖 导教慈航 在 台湾市 以本人 天人合一 之后 本人 因为一场大病 所以 得到王产老祖 台湾祖师的 救度 观世音菩萨的 救度 希望极乐世界 救 教主 阿弥陀佛的 救度 九大菩萨 的救度 让我的身体 重生 开始 洪法立生 行道 我 我开始 从义武守树 深国欲 供养 王产老祖 所以 王产老祖 时时 开始 要做利他的工作 人在事先 我有利他是最庄严 最殊胜的 但是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利他 只要不做坏事 这样我就认为是利他了 这是小的利他 一点点的利他而已 要进一步 做利他的 如来志愿 所以王产老祖 一路走来 一边教导 一边培养我的心性 开始 给我 各种的智慧 做利他的智慧 原来 就是中法文化道统 异经 风水 和宗教 三合一 融为一辱 形成一个金丹 所以本法文 也是金丹法文 三合一的金丹法文 已经风水 和宗教融为一辱 才能够做真正的利他 那我终于明白了 所以我从民国七十二年 一月十五日 和新逢三观大地 天观大地的圣诞日 我终于 丙天 祭天 我开始 行道 学道 正道 悟道 和宏道 的过程 一路走来 发现众生的病 是累积了 无量节来的病 众生的果 是有 无限的果 所发生的 人只知道 当下的烦恼 不知道 去追根 溯源 才会有很多 很多的烦恼 颠倒的梦想 随着我们 飘忽 这即是王臣老祖 开示的 追根 溯源 这是台湾的病 英国成功 妙地生 国外卫星形势 及国外死亡 善知识 本卫星圣教 从民国七十一年 任生年开始 在空界 天上界 就早已立教 有违心圣教 教主 是王臣老祖 大额天界 王臣老祖 消灾化解 大天尊 王臣老祖 刚开始 与本人天人合一 在七十二年 一月十五日 开始行道 过了几年 大民国七十三年 假子年 王臣老祖 就开始了 有一部 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说太上道主 所开示了一部经 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消灾化解 大天尊 所以我就开始 寻寻寻觅秘密 要找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刚好我们一位 就请回来 到五前五街 经修院送给我 我静静地 研究王臣老祖 玄妙的真经 让我误了 王臣老祖 王臣老祖 的天威 不可思议 王臣老祖的大爱 无人能比 王臣老祖的神通 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不分王臣老祖 患夫走足 都余力地 救度 所以我就开始 公送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作为各种 消灾化解的 法仪 在当时 75年 刚好中国大陆 大兴安岭火灾 非常的严重 无忌可思 情况之下 王臣老祖 盛世了 你要以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这部经 秦宋 静修 依法修行 然后 王臣老祖 传了麒文顿夹 在五月份的某一天 一定会扑灭 所以我就 祝我自修 在台中经修院 二楼佛堂 深寒 来作为消灾化解 的修行法语 到了 那一天 我记得好像是 丙子日 就王臣老祖 开室的那一天 果然 大兴安岭天上 下了大雨 把大乡安岭的火 扑灭 这是非常 不可思议的力量 自此之后 我对王臣老祖 所开示的 各种消灾化解 我都以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来静修 然后用心和念 来转做法轮 来做消灾化解 一一都实现 又有如 灯格热的问题 让台湾人民 非常的紧张 所以 王臣老祖 也开示 在端午节那一天 一定要修 王臣老祖 玄妙真经 立法修行 而且由台湾祖 祖师 化身的 谢妈妈 在电话中 开示我 要怎么做 怎么修行 这个天温 就能够化解 果然在 5月5号那一天 端午节 这个 南部的灯格热 这个疫情 就完全停息下来解除了 这就是宗教的功德力 当你把经文请出来 告诉要消灾化解 解怨事解的时候 然后 然后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绝对 可以满你的愿 只要大功无私 以利他的原则 来作消灾化解 而修啊 所以 都能一一的应验 摇摇晃晃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来 中间的好多 天下烦恼的事情 老祖也都大慈大悲 还是要我 以宗教的修行法仪 来作消灾化解 结果都一一的应验了 又有如秦流感 秦流感来势汹汹 所以我在残岐山新活室 在事务部的左边 那里有一个龙穴 这个龙穴 挖开来 让太极真美漂亮得很 所以老祖要开 说要在这个龙穴上 盖一个世界和平中龙 时时刻刻敲醒这个钟 可以借由地磁场 转住台湾地区 有疫情的地方 可以消灾化解 当时陈水扁总统 为了这个疫情也很烦恼 所以到新活室问我 我就依照老祖开示 在农历的六月一日 就可以消灾化解 疫情就能够解除 果真在那一天消除了 天温永息呀 各位维心贤士 各位死亡散诸士 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 在本教的一一的正道应验 有如2007年的测氧症破洞 围起整个地球暖化 在2008年端午节前 防禅老祖就开示了 要做消灾化解的功德 和修行 而且开示要在五月五日 的时候要深寒 我请示王散老祖 要用玄妙真经 不是 这就开始 就开始传道 说法 我在天潭 一一的计时 把它记录下来 这部的经文 叫做《鬼谷献诗天刀经》 是王散老祖 在21世纪当下 所传的一部经 这部经呢 是消灾化解 解冤世纪的一部经 非常的殊胜 我身回供养王散老祖 写了 这部鬼谷献诗天刀经 开始在禅机山仙活寺 亦被献诗经 到了五月五日 就要以这部鬼谷献诗托天刀经 才能够消灾化解 天刀经 就是天宫经 天宫经 也是上帝的经 诗天圣神共事的一部经 南天三十三天网的一部经 所以鬼谷献诗天刀经 好 王散老祖开示 要以鬼谷献诗天刀经 来做消灾化解 补天 补测阳城的花仪 从五月五日 到七月二十四日 圆满 七月二十四日 是开天祭奠日 九大菩萨 开启南天的祭奠日 在七十九天之内 要恭送 鬼谷献诗天刀经 六十四万部 佛受阿弥陀经 二十万部 在贤我寺 龙葬如来源泉 然后加上 父母大法会 日夜顶如 父母消灾大法会 所以老祖开示 你只要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一定会在七月二十四日 测阳城破洞 危机会解除 当时我对我们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的所有董事 以及所有维新贤士 法师等 说明大家依法修行 测阳城破洞会解除 当时我们好多的董事 还有贤士同修 法师 都说师父 讨论有问题 测阳城那么远 比地球还大 这个破洞 你怎么补呢 就半信半疑 我说你们不要怀疑 依法修行就对了 到最后 你没有修行好 动就补不起来 所以我们维新贤士 加上维新圣教 幻别学院 严松院长 还有我们所有法师 一起在 残疾山仙活寺 龙葬如来源 在座祈福 消灾化节的大法会 每天毫不松懈的 一直在祈祷 因为这是人类的一大危机 测阳城破洞 围挤到整个地球的软化 万物不生 众生不存 那就可怜了啦 所以我们维新同修 贤士文 大家很认真的诵经 到了7月24日 终于64万部的天德经 恭送圆满 活寿大密头经 20万部也圆满 所以在7月24日那一天 瑞士国际气象组织 宣布传来了 测阳城已经补了30%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王产老祖天威 是人所无法理解的 所以王产老祖开示 宗教的修行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自此之后 让我更加的有信心 消灾化解 一部经 就是维新圣教的 鬼谷现实天德经啊 各位维新贤士 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每当天下有烂 王产老祖一定倒架此行 圣事传法仪 要我们一一的 依法来修行 依教奉行 必可圆满啊 接着一波拉病毒 那么严重 王产老祖 开示维新圣教工作基金会 由秘司长袁道法师 忽明师长袁道法师 忽明师长袁玉法师 还有林仁尚贤士 以及所有董事 大家分头进行 鼓励维新圣教 所有的智会长 所有的贤士同修 务必在农历 3月23日 那一天 能够送到1500万部的 天德经的经宝 就能够减除危机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努力 奔波于全国 大家一起努力送经 结果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3月24日 3月24日 终于公送天德经 一千五百零七万部 接着 接到 我们的国家 宣布 伊波拉病毒解除了 可见 维新圣教 鬼谷宣述天德经的 功德威德利 各位维新前世 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消灾化解 是维新圣教 所有修行 贤士同修的天命 这是责任与义务 不能谈功德 但是我们 自从立教以来 38年 都本着王产老祖 的慈悲 教导我们所有维新贤士 如何自我保护 然后保护他人 也是保护自己 消灾化解的功德天 这意义正道 还有如 萨士的疫情 非常严重 那我们在残疾三星 卧室 也依法修行 深谈 公送药师经 来作为 消灾化解的功德本 也在 预定的时间 萨士 就停洗了 接着 秦流感 秦流感 也是一个台湾 一个危机 在王产老祖开示我们 要送天德经 在天罗传堂 深谈送天德经 一百万部 也圆满 秦流感 也停洗了 接下来 日本护士山 火火山要爆炸 美国黄石公园 同时火火山会爆炸 在王产老祖开示我们 在残疾山 在残疾山 仙佛寺 千罗传堂 深谈 公送鬼谷 仙师天德经 百万部 各位同修 也是 努力的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到农历的端鲁节 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总坛 南天文 落成 的时候 富士山的爆炸 火火山 平均下来了 日本黄石公园 当时 我们依法修行 以宗教的力量 终于 把这个火火山 也平行下来了 把这个力量 分散在太平洋 28个点 大小余震 最小的六级 最大的八点四级 震动 把这个火火山的气 把它卸掉了 终于 也平息了 那么 面对 庚子年的 武汉会员 王山老祖 非常的慈悲 开示 要为心贤士同修 要公送 维谷先师天罗经 2588万部的功德 来回降 给温损 解冤 事劫 终于 庚子年 台湾 台湾 武汉会员 疫情 台湾人民 也平安下来了 没有想到 这个疫情 延续到 辛丑莲的 当下 又爆发起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 各位维心贤士同修们 脑子已经开示我们 大家要努力来送天德星 自5月1日开始农历 到7月24日截止 我们要公送888万部 888 888万部的功德 全民诵经 回谷先师天德经 台湾的疫情 就会解除 除了政府的政策以外 我们人民要自求多福 尤其我们维心圣教 和维心贤士同修文 大家都是有代天命的 只要你公送一步 就有一步的功德 两步有两步的功德 所以老祖们开示 是要888 困为地 扶神满地 然后888的树 形成了困为地 二摇洞 大地的火 会化为存土 正如观世音菩萨 的经文所开示的 一切摘洋 化为存 所以我希望 我们维心贤士同修文 大家努力在家送经 反之也不能出去 做各种的交际活动 以免染上不必要的烦恼 那样的话 还是上天的旨意 要我们在家修行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做利他 这个工作 这即是维心圣教 消灾化解的天命 解焉是结 人与平壤两罪的冤仇 能够解除 那的话 恩恋情仇的报应 会解除 那家家户户平安 人人平安 则天下太平啊 所以这是我们维心圣教 辛丑年共同的天命 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即是无上的功德天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